公刊麗里十五 他說一個基態的氫原子吸收光子 它的軌道半徑增大尾零來的四倍 比如說從R0變成4R 那麼他問說 則所吸收光子的能量為多少個電子元素 我們知道這個氫原子 它的能接是等於這個 負十三點六 除以N平方 那這個是電子總能量 電子總能量跟電子的位能是成正比 也就是說它跟R1是成正比 那位能是R1 這多少呢 這是K1平方 跟R1是成正比 所有的都知道 它這R的話 四樣跟什麼呢 跟那個N平方 是成正比 跟N平方成正比 那它現在的話呢 從R0 它變成4R0 那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 4R0 除以多少 除以R0 這個等到 這是等於N平方 這對應到N等1 1平方 這樣子 所以就知道N等2 它是從N等1跳到N等2 所以它發射出的光子的這個能量 是等於多少 多少電子元素 就是12 就是12 減掉1 所以是13.6 乘以多少 1平方分之1 減掉2平方分之1 所以13.6 乘以4分之3 13.6 這是1-4分之1 4分之3 那這樣等到 這樣是13.6 乘以3 數以4 等於10.2 10.2個電子普通